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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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西島 現在位置就在新北的選委會 而今天國民黨做的候選人 侯友宜是陪同藍衣小姿 一起來抽籤 那麼可以看到在我背後 是有民眾黨 民進黨 以及國民黨 可以說是第二選區 跟第八選區的候選人 是接力來尬場 而各個陣營呢 是喊著自己陣營的口號 那麼今天呢 侯友宜 其實也被問到了 民進黨在攻擊 他的文大包足公爭議 以及台北港 似乎是被質疑 是建租給養德集團 那麼這個台北港的合約 到底是如何 來聽一下侯友宜最新回應 一切都是按照合法的程序 這個沒問題 可接受檢驗的 他說相關的規定 都是依法辦理的 而且這個合約的內容 其實新北的相關單位 也已經回應過了 而被問到了他 其實說到要重啟服貿的談判 但是呢 他在昨天台南演說的時候呢 又說到不能只靠中國 來聽一下他的稍早說法 我提的中間路線非常的清楚 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 但是大陸也是一個籃子 尤其大陸是一個大籃子 我們還是要放雞蛋吧 他可以聽到呢 他的意思是指說 雞蛋不能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那麼今天晚間呢 就是二十二晚上將有證件會登場 也是藍綠白的總統候選人收度的證件會 他也說他會準備好了 那就準備把他的證件 來依的向全民報告 說他有一點 就要去打開 你不是有這種你 我們不是有這種東西 weapon 但是你才會說